陶罗牌占卜 占卜 以下看看你和前任是否是真的有缘无分 占卜的规则 心中摸脸对象的名称 然后身后击三次 平静一下自己的内心 然后在下面这四张牌中 选出你最为深刻 感觉最为深刻的一张陶罗牌 从第一张牌来看 你们这段感情 受到了很大的伤害 刚刚开始分手一直放不下 甚至是很记恨你的 你只要想一想 就会痛到无法呼吸 很用力想弯掉这段感情经历 所以近期会 不会有负荷的想法 你伤得很深 他也有 很大的一个痛处 你要促进感情的发展 那到底应该怎么做呢 你可以关注老师的微信 Sai3238 Sai3238 选择第二张牌的朋友 你们是因为现实的原因分开了 因为你们都是务实的人 并且不会为爱 冲昏头脑 感情对你们来说 只是一段历练 你能通过一段感情成长很多 或许在下一段感情中 你会真正的爱上一个人 可一旦 有人真的想要离开的心思 你会立刻放手 不会纠缠 你没有必要做无畏的挣扎 但是 现在在你的心中 却一直问不了他 你们今天的感情会是怎么样呢 可以关注老师的微信 Sai3238 老师为你们占卜解惑 选择第三张牌的朋友 分开后对方是不愿意 再对你有任何的感情付出 因为对方已经很疲惫了 觉得和你再次走到一起 也并不是快乐的 反而会痛苦疲惫难过 看不到未来的希望 所以说你们复合的希望是很小 虽然你们牵挂着对方 不使得放弃这份感情 但是对方也不愿意 去强行网留 所以你对此还是很迷茫的 那想知道如何解决这样的状况 可以关注老师的微信 Sai3238 选择最后一张牌的朋友 你总是想着你们还是 是能够复合和好的 但是目前一直还是你的想法 却迟迟没有做出行动 渐渐的已经让两个人的感情 失去了挽回的希望 或许在这个时候 他身边已经有了新 你已经有了新的竞争者出现 建议能放下就放下吧 实在放不下 就再努力一下去试试 主动做点什么 可以让他感动的事情 一切实在人为 好 今天的占卜就在这里